姦林前在沟雄男子區一處公寓 發生了火警意外 那麼消防局貨報前往了一救援 所幸火勢也順利撲滅 救出了六名住戶 但是這突如其來火警 也讓鄰居大家飽受驚嚇 根據瞭解呢 起火的公寓三樓住著一對夫妻檔 不過鄰居也說了 這對夫妻呢平時感情不睦 這回一次是夫妻吵架 救老婆因此縱火 火警現場女子燒燙傷 被救護人員送上擔架抬了出來 一旁她的老公耐不住情緒 破口大罵 9號凌晨2點47分 高雄男子這處公寓三樓 發生火警意外 屋主指控是他的菜姓妻子 縱火所為 窗外陽台燒得一片漆黑 男屋主回想當時的情景 心有餘悸 我在睡了 我就冰冰球 我出來就 整天都像這樣 比這個樣子 我就看不見 我一直摸摸摸 我還在房間拿著 沒有人死在裡面了 夫妻倆長年不和 早已分房睡 子女也不住家裡 附近鄰居都有耳聞 夫妻時常互控家暴 過去還曾拿利刃做事攻擊 而這次妻子疑似直接送火 警銷接鄰居通報共出動十個分隊 營火燒屋 姓周邊鄰居即使發現通報 被釀成大禍 詳細起火原因 尚待下方局火雕科鑑定 蔡姓妻子初步坦誠縱火 涉犯公共危險罪 將移送地檢署 依法偵辦 夫妻感情不睦 暗夜惡火 也讓整棟公寓的居民 統統嚇壞了 記者楊忠明 高雄報道